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全能的父 我们的天父上帝 求主帮助我们 在这时间 求主怜悯我们 打开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认识上帝的奥秘 正是基督 使我们认识基督的奥秘 正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真诚地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 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获得信心 使我们因信靠耶稣基督 领受圣灵 主啊 领受了圣灵 靠圣灵的能力 赶出恶魔恶鬼 求主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紧紧地 抓靠上帝的话语 靠着上帝的话语 和祷告主 得以圣洁 在这时间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顺从于主的话语 主啊 在这时间 求主医治我们的心灵 因我们违背主的话语 导致自己不幸 主啊 求主怜悯我们 饶恕我们的罪恶 求主赐福于我们的儿女 使我们的儿女 认识耶稣基督 领受上帝的话语 得到福音 做真实的爱国者 做真实的孝子 主啊 求主怜悯我们 赐福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 使我们做基督的仆人 主啊 我们相信上帝赐福于我们 使我们的心愿 得以实现 奉耶稣的名 感谢 献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和身边的人 相互问候一下 改变命运吧 改变命运吧 真言二十一章六节 大家知道上帝是多么多么爱我们的吗 如果我们去了一个假的教会 什么是假的教会呢 不能去天国的 那就是假的教会 信靠耶稣基督的是能得到天国的 在座的各位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一到十二节 有十个童女 但是有五个童女 最终再怎么叩门 再怎么敲门 呼喊主啊主啊 结果主说我不认识你 这就是假的教会 祷告得不到英语 得不到救赎 得不到救恩 那就是假的教会了 全能者上帝 是医治我们所有的一切 全能者上帝 使我的灵魂得以兴盛 能让我去天国 而且负责我的人生 使我的身体得到健康啊 预言三首二节 我们要领受的是上帝的祝福 是上帝的话语 我们领受了这好的祝福 就能帮到身边的人 使身边的人也能领受这好的祝福 使身边的人能得救赎啊 那么今天师母让我讲一些 面对青少年的一些讲道 在座的各位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的天父上帝 此时此刻召唤我们的话 无论是我是新生儿 还是年过了多大的岁数了 我们都要顺从跟随主的话语啊 真理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是真理啊 圣经的话也是真理 圣灵是真理啊 那么在座的各位 很多人在这世上刚吃好喝好的时候呢 就面临死亡了 因为不信靠耶稣基督得来的钱财 只会害死自己的 真言二十一章六节啊 我们不信靠耶稣基督 不认罪也不悔改 不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真诚的认罪悔改 但是呢 好像生活上很富有 好像生活上很顺利一样 结果 在不知不觉中 就遇到了 事故或者是突然丧命了 但是我们真诚地认罪悔改 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呢 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就比如说突然生病进医院了 突然钱财没收了 突然钱财泡汤没了 为什么信耶稣基督了 还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呢 这就是上帝为了要拯救我脱离罪 而为的是要搭救我的生命啊 神明节二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一二十二节 在座的各位 到底什么是痛苦呢 我现在的处境 这并不是痛苦的 我的灵魂不能得救赎 要去地狱 那才是最为痛苦的 离开了基督 那就是灾害 那就是灾难和咒诅 是最可怕的 格林的后书十章五到六节呀 再来太书一章六到十节 那么今天 面对年轻人 面对青少年人 无论是年轻人还是青少年人 对于我们来说 只有上帝的话语是我们的盼望 只有上帝的话语是我们的梦想啊 真言二十一章六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 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福云 阿们 我们今天如果不信靠耶稣基督 什么是不信靠耶稣基督呢 就是不认罪也不悔改 不做四节段悔改 马拉基书二章二节 上帝赐福于我 上帝给我好的生活的时候 我却没有一心求想上帝的话语 我却一心没有敬畏上帝 敬拜上帝 反而放纵自己 离开耶稣基督 这就是灾害 好的生活就会变成灾害了 这就是马拉基书二章二节 在座的各位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儿女越来越好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将来会越来越好 都希望自己的子子孙孙更好 但是父母犯了罪恶的话 儿女就会遭殃的 当今所有的儿女都不喜欢自己的父母 因为都想离开父母 觉得离开父母就觉得能过得更好 因为父母的罪恶 就重压在儿女身上了 那么在座的各位 而我们人类是意识不到自己的罪恶 不明白自己的罪恶 这就是如同死亡呢 诗篇四十九篇二十节 人始终不醒悟不悔改 就如同死亡的处了一般呀 那么在这世上 所谓的学者博士就说需要对话 大家知道我们的灵里没有活的话 没办法展开对话的 就像很多小猪们在一起 小猪们猪和猪之间能对话吗 我们的灵魂没有活的话 就像是死亡的动物一样 是没办法对话 再展开对话是没有任何功效的 我们需要的是耶稣基督宝血 是真诚的认罪悔改 大家知道 不认识耶稣基督赚来的钱 不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所攒来的钱 所赚来的钱 反而是灾害 是败坏的先兆啊 那么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了 做了四些段悔改之后呢 上帝就会没收我的钱财 为的是要拯救我的生命 很多人说 哎呀 至少命没有拿走 上帝为什么要没收我的钱财 为的是要治我 让我紧紧醒悟过来 在耶稣基督里 使我得以真实的新的生命 大家知道 麦子成熟了 就是低头的 是谦虚谦卑的 在主耶稣基督面前 是贵败 贵福给耶稣基督的爱 我平安牧师 面对我的妻子 面对我的儿女 我都是贵着的 而假的信仰 看见谁 都是傲慢 骄傲的 当今很多的教会 就是傲慢 骄傲 因为不悔改 不认识耶稣基督 说是信主 却从来不认识耶稣基督 不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的认罪悔改 那就是假的教会 那么 大家知道 如果我们信靠耶稣基督 真诚的认罪悔改 做了四些段悔改呢 上帝就会没收我的钱财 上帝为什么给我没收钱财呢 就是为了要拯救我 为了搭救我脱离罪恶 而这时候我始终不行 我不懂得感恩感谢 还抱怨 还嫌弃这个钱财没了 反而抱怨上帝 就很傲慢 骄傲 就总是要抬高自己 在座的各位 上帝为什么总是 留着我的生命呢 因为身边的人 切切地为我祷告 有上帝的美意 有上帝的旨意 为了要拯救我 那么在座的各位 所以我们大家 警醒过来吧 我们感谢上帝的救赎之恩 真言21章6节 感谢上帝 我们年轻人 千万不要为了挣钱 千万不要为了赚钱 就去犯罪 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我们的天父上帝 是养育着我们的 是耶和华以乐 为我们预备了一切的祝福的 我们需要做的是 顺从遵守上帝的话语 千万不要去 自己要寻求钱财呀 真言13章20节 聆听主的声音的人 才是得智慧的 那么在座的各位 很多人 说是信主 反而是利用耶稣基督的名 天保自己的肚子 罗马书16章17到18节呀 如果去的是一个假的教会 什么是假的教会 没有耶稣基督的保写的生命 不悔改 不讲悔改的福音 那就是假的教会 那么在这世上 假的教会呢 夸口夸耀的是属于肉体的 是属于世俗的 没有灵力的兴盛 没有灵力的悔改呀 这就是灾难和咒咒 马拉基书二章二级 那么生命节28章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大家今天都要警醒活过来呀 上帝是要拯救我们的 上帝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 上帝此时此刻要负责我们的健康 我们大声地呼喊安门呀 那么面对我们的年轻人 今天上帝赐给我们的话语是提多数一章四节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年轻人 不仅是年轻人 我们所有的人 今天我们都要活 我们所有的人 今天是需要耶稣基督的 那么罗马书三章四节 这世上我们人类都是在说谎的 我们很多人去听一些演讲 那都是说谎的 都是行不通的 而我们还在那里给他鼓掌 浪费电 浪费时间 在那里听一些 完全行不通的一些谎言 无论是孔孟子 韩国人非常的推崇孔孟子学说 大家知道孔孟子学说 其实讲的 其实孔孟子学说认定的全是天父上帝 但是如何使我们遇见天父上帝呢 上帝是居住在哪里呢 我们的天父上帝一直是和耶稣基督在一起的 是在耶稣基督里时我们遇见上帝的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 很多人去花钱去学一些所谓的理论知识 但是那绝不是真理 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也给不了自己带来多大的帮助 仅仅是世俗的一些理论而已 提督书一章四节 我们来读一下一二 现在写信给提督 就是照着我们贡献之道 做我真儿子的 愿恩会平安 从父上帝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 跪于你 阿们 我们再来读一遍一遍一二 现在写信给提督 就是照着我们贡献之道 做我真儿子的 愿恩会平安 从父上帝和我们的救主基督 耶稣归于你 阿们 大家知道 我们都是违背上帝的 我们都是犯了罪恶的 那么但是我们真诚认罪悔改了 我属耶稣基督了呢 大家知道扫罗王 扫罗王自杀了 而跟随他的部下 跟随他的儿女 全死在了一起 这说明什么呢 我们跟随一个王 结果败坏了自己 我们要跟随的是耶稣基督 不要跟随这世上的财富 不要跟随这世上的权利 我们做父母的 如果真诚地信耶稣基督 就要切切地祷告 真诚地认罪悔改 做四切断悔改 这时候才能把好的祝福 留给儿女啊 而父母不认罪 不悔改的话 反而是害了儿女的 为什么说父母和儿女是仇敌呢 马太芬十章三十六节呀 在这世上再怎么精挑细选 还是仇敌相遇在一个家庭里 为什么说这个媳妇变成了这个样子 为什么说这个丈夫变成了这个样子 那么在这世上这些问题 这些现象是存在的 但是能改变这样现象的 能医治这样的情况的 是要靠上帝的话语 为什么说这个女 这个女孩原来特别的好 跟这个人结婚 就变成这么恶毒嫌恶的女人了呢 是因为她的丈夫 这个女性就变成这样嫌恶的人 这话是没错 是对的 但是上帝的话语 是能医治我们 我们认罪悔改 悔改我们的罪 悔改我的罪恶 全是得罪了上帝 是违背了上帝的话语 没有听从上帝的话语 就是犯罪了 这样真诚地认罪悔改的话 使我们脱离这世上的一切的邪恶 使我们脱离这魔鬼的辖制啊 那么今天这句话语 虽然是使徒保罗写的 是圣灵 而其实是上帝借用了保罗的手 是靠圣灵写下的 所以我们所有的人 因信耶稣基督 都能成为上帝的真儿子 那么我们的天父上帝 要使我们做自己的儿女 这是多么庞大的爱 这是多么庞大的恩惠啊 而在这世上 我们作为父母呢 做父母的 面对自己的儿女 也做不到真实的爱 都是为了寻求自己的利益 为了自己方便 为了自己好 有时候就利用自己的儿女 这个现象是存在的 夫妻之间也是这个样子 父母和儿女之间也是这个样子 而尽管这样 尽管这样 我们因信靠耶稣基督 有真实的爱 能真实的尽孝心 真实的相爱的时候 这才是幸福和睦的家庭啊 这就是靠耶稣基督保写的功劳 真诚的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啊 对于我们来说 最大的盼望是什么 上帝说 你是我的真儿子 这对于我们来说 是最大的盼望 提督是一章十五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在捷径的人 凡物都捷径 在误会不幸的人 什么都不捷径 连心地和天良也都误会了 阿们 那么在座的各位 那么韩国人 韩国人没有什么可夸口的 大家知道 很多日本人瞧不起韩国人 那么我们因我们的罪恶 遭受了苦楚 我们韩国人被日本人侵略 其实归根结底 是因为我们的罪恶 受到的责罚 那么韩国人 韩国人被日本人侵略的时候 韩国的高辅 韩国的高层人 反而都是做了日本人的奸细 背叛了国家 像柳宽顺这样 只有柳宽顺 年轻人 他是为国家殉国了 这就是靠柳宽顺的信仰 因为柳宽顺是信了耶稣基督 在座的各位 我们的内心要洁净 我心里洁净 看待的一切都是洁净的 而我心里无悔肮脏的 看一切都是无悔肮脏的 在座的各位 我为什么生病了却得不到医治 我们家庭为什么总是遇到这样的困难 得不到解决呢 这都是因为我的心里不洁净 这都是因为我的良心不正啊 我们人的良心 其实早就没了 是死去了的 彼得前书三章四节 我们人是应该有良心的 良心和内心是要得以洁净的 而我们人因犯罪 都成了死人 都成了死的良心 良心全没了 而能让我的良心从死里复活的 能是我的良心得以洁净 得以恢复的 是靠耶稣基督的保险 上帝的儿子亲自担负起我们的罪恶 钉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 这正是 是我的良心得以活过来的 我们总是傲慢 骄傲 亡耿背腻 不听话的时候呢 上帝就一定会治我的 上帝因为爱我 为了拯救我 所以治我呀 什么是违背的罪恶呢 就是背叛主 背叛 违背主 就是离开基督啊 离开了基督 那就是灾难和咒诅啊 加拉太书一章六节 如果我们去一个没有耶稣基督的地方 把那个地方当成教会的话 那就是最可怕的灾难和咒诅了 欧洲两千年的教会 欧洲两千年的信仰生活 为什么走向了落魄呀 我们韩国的信仰生活 刚过一百年 为什么很多教会 已经都空荡荡了呢 再次的各位 我们可要活呀 我们今天领受的是 耶稣基督悔改的福音 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 不仅拯救自己 也要拯救身边的人 拯救世界呀 我们大声地呼喊阿门 提督是一章十五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连再捷径的人 凡无都捷径 再误会不幸的人 什么都不捷径 连心地和天良 也都误会了 阿门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现在是怎么看待世界的 我现在又是怎么生活的 我现在生重病 这都是因为 我们有感恩感谢的心 大家知道 四阶段悔改 就是感恩感谢 约娜在鱼肚子里祷告的时候 是以感恩感谢祷告的 这时候就得到了 耶和华天父上帝的帮助 在座的各位 我们年轻人 很多人在生活中 遇到了困难 遇到了苦楚 这最根本是因为 我内心的良心没有活 上帝的话语 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我们内心的良心 要得以救赎 要活呀 如果良心能活 就能领受上帝的话语 能服侍天父上帝 而我们的良心 是要有耶稣基督的心 菲利比书二章四节 所以我们要靠着 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地认罪悔改 有耶稣基督 居住在我的内心 这才是得以活的良心呀 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我的内心就误会肮脏了 每当我们犯罪 导致我身患重病啊 真言十八章十四节 身患重病的人 这都是因为犯了太多的罪恶 是罪恶的代价 导致疾病 身患重病啊 因自己的罪恶 不仅害自己 也害了儿女 也害了家人和家庭啊 那么在座的各位 儿女 上帝是教导我们 尽孝心的 那么我的良心活了 我才能做孝女 尽孝心呀 我们的良心活了的时候 行为上才能正直 我们找一下 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 我们多希望在这世上 能好好的生活 正直 诚实的生活 但是我们的行为上 是没有诚实的 我们的内心 有耶稣基督的时候 行为上才能虔诚和诚实 正直啊 约翁福音五章三十八节 所以我们年轻人 今天要保守住内心 因为生死 就取决在我的内心 真言四章二十三节 而我们内心 都是被魔鬼挟制住了 很多人说 哎 我没有属魔鬼呀 很不好意思 我们所有的人 都是属魔鬼的 我们内心 都是被魔鬼挟制了的 唯独信靠耶稣基督 靠着耶稣基督的 保血的生命 真诚的认罪悔改 领受了圣灵 赶出我内心的 恶魔恶鬼呀 诗篇一百零三篇三节 我们身患的重病 都是跟罪恶息息相关的 只要我们的罪恶 得以赦免了 疾病就能得到医治啊 大家知道 大家和我 我们之间能真心相爱 是因为有上帝的爱 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爱 那么什么是真实的爱呀 我的行为上 为什么不真诚呢 因为我那些 没有耶稣基督的爱 行为就不诚实 为什么刚生孩子了 就要给孩子喂奶 大晚上很疲劳 也要起来给孩子喂奶 因为爱这个孩子 我们找一下 我们读一下西伯来书九章十四节 以啊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加无次献给上帝 他的血 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 除去你们的死刑 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 阿们 我们的内心 自己是改变不了的 我们的良心 自己是改变不了的 罗马书三章四节 我们人都是说谎的 这世上的宗教 世上的理论学说 那全是谎言 这个人是道士 这个人是个学者 是哲学家 再有 再有多威望的名称 都是说谎的 我们人都是说谎的 在天父上帝面前 在神面前 我们都是谎言 是说谎的 行为都是 行为举止 都是装模作样 伪善的 而我们的良心活了 才能行为上 正直虔诚啊 那么在这世上 为什么赚钱了 就死了 为什么两个人 辛辛苦苦挣钱了 结果妻子先去世 或者是丈夫先去世了 上帝一直给劝勉 上帝一直警告我 给我劝勉 我们还硬着镜像 不听上帝的话语 很傲慢 骄傲吗 这时候就立刻死去的 是立刻死去的前兆啊 傲慢 骄傲 正是立刻死去的前兆啊 真言29章1节 很多人说 哎 这个人年纪轻轻 而且是信主的 年过30 年过40 却怎么就先去世了呢 我们每个人都 省察一下自己 省察一下自己的行为吧 而是专心爱主 敬畏上帝的时候 上帝搭救我们 脱离死亡啊 真言19章23节 彼得前说三章四节 我们的良心得以恢复 我们的良心活了 这时候行为上才是诚实 正直啊 在座的各位 就比如说 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 前段时间 有个人开餐厅 我就问 就是相关采购东西 就是有些东西 有些我们去买菜的时候呢 真心用心买菜的时候呢 可能 就比如说 无论是买萝卜 还是买蔬菜的时候 先自己咬一口 吃一下 就是说看看是不是好的 就内心有真心的爱的时候 因为为了给家人做好吃的饭菜啊 约翁一章一节 这圣经的话语就是上帝 耶稣就是这圣经的话语 约翁一章十四节 所以天父上帝和耶稣 基督是一体啊 是一位啊 菲利比书二章八节 这圣经的话语全是爱 是爱 而我的良心活了 这行为举止 才是真心的有爱啊 我们每个人的言心举止 是政治诚实的 这时我们国家都能得以兴盛啊 人人都喜欢言心举止 诚实政治的人啊 希伯来说九章十四节 良心活了 就能服侍天父上帝了 那么教会如果不讲 耶稣基督悔改的福音 那就是假的教会 格勒西书二章八节啊 加拉太书一章六到十节 那么离开了基督 离开了基督 那就不叫福音啊 很多人说传福音 却不传耶稣基督悔改的福音 那就是假的 那就不叫福音了 家族的各位 我们跟什么样的人相处 我们要切切地警醒啊 大家知道 我们和一个不好的人相处的话 自己也会受遭殃的 很多人给我很高的名声 很多人给我一个高的台阶 我们就觉得这是给我的好处 结果就把自己推向死亡 傲慢骄傲的时候呢 傲慢骄傲的时候 愚昧的时候 给我高的台阶 给我高帽带 我们就很高兴 哎我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结果把自己推向败坏 陷入深渊里 出都出不来 这是很可怜的 在座的各位 这就是愚昧无知的时候 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 什么话都听 什么话都信 就把自己推向死亡 把自己推向败坏了 我们今天所有的年轻人 要做真儿子 做耶稣基督的 我们要属于耶稣基督 一心靠耶稣基督 做上帝的真儿子啊 真语十四章十五节 唯独靠耶稣基督的保险 使我的良心活过来 那么信靠耶稣是基督 是唯一的上帝的儿子 是拯救我们生命的 唯独耶稣基督的保险 是使我脱离死亡 使我的罪恶得以赦免的 那么在座的各位 耶稣基督注进我的内心 使我 就是我的 我完全是死去了 只有耶稣基督 活在我身上 有耶稣基督的言行举止 展现在我身上 这时候 我们是要领受上帝的话语的 罗马说十章十七节 上帝的话语是爱 能改变我 也能医治我 因为上帝的话语 就是上帝啊 那么 有耶稣基督的真实的爱 在我内心的话 具有好的行为 是真实的言行举止 是诚实的 是正直的 那么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良心活了 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一定是服侍天父上帝的 而很多人 如果不信耶稣基督 不做四季段悔改 不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的认罪悔改的话 只会相互利用 去教会耶稣为了自己的生意 为了自己的人脉 为了拓展自己的人脉 是为了利用 相互利用啊 这就是不属于耶稣基督的 马拉基书二章二节啊 那么在座的各位 在这时间上帝的话语是爱 上帝的话语是爱 是有神迹奇事发生的 铁赛伦家前书二章十三节 上帝的话语是运行在信主的人内心啊 西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上帝的话语是活泼的 是有生命的 我们找下约翰一书二章五节 约翰一书二章五节 我们内心 靠耶稣基督的保险 良心得以活了 这时候是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 约翰福音五章三十八节啊 那么约翰一书二章五节 我们顺从主的话语 大家知道 我们听从圣经的话语 顺从主的话语 这是最有福气的 这是最为有福气的 而靠自己的能力 靠自己的毅力 靠自己的努力 是做不到 是靠上帝的恩典 所以我们在主面前 要完全顺服给耶稣基督啊 我们要领受上帝的话语 靠圣灵顺从遵守上帝的话语 全靠上帝的恩惠 全靠上帝的怜悯 全靠上帝的诗词爱 约翰一书二章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二 凡遵守主道的爱上帝的心 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 从此我们知道 我们是在主里面 阿们 那么遵守上帝话语的人 因为内心有上帝的话语 在运行在我的内心 所以我们是遵守圣经的话语的 我们遵守了上帝的话语 这才是爱 我内心有圣经的话语 我才能遵守圣经的话语呀 格林的后书一章二十节 在耶稣基督里 上帝的话语全是是的 在耶稣基督里 上帝的话语 这允许 全是是的 面对上帝的话语 我们都要阿们 是顺从 是顺服的 不阿们的话 就是违背上帝的话语 不顺从 不遵守上帝的话语 那就是违背上帝的话语 格林的后书一章二十节呀 在座的各位 遵守上帝话语的 那才是真实的爱 我内心没有耶稣基督的爱 是不可能爱妻子 也不可能爱家人的 我们顺从了主耶稣基督的话语 顺从了上帝的话语 有耶稣基督的爱心 在我内心 这时候我才能真心地 爱身边的灵魂 爱人如己呀 我们遵守了上帝的话语 那才是有丰富的爱心 在我内心 愿意说二章五节 我们读一下 一二 凡遵守主道的 爱上帝的心 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 从此 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 阿们 靠基督的保写 真诚地认罪 是悔改 使我内心的良心活了 是耶稣基督的保写 使我的良心活 使我服侍天父上帝 使我顺从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正是顺服上帝的话语 在座的各位 很多年轻人 大家知道 有爱心的人 那是最强大的人 所以我们就要遵守圣经的话语 遵守上帝的话语 那么从今天开始 听讲道 大家都做好笔记了吧 大家知道 这六十六卷圣经的话语 好像就这么一本书一样 但是大家知道 这六十六卷圣经的话语 是非常庞大 是非常丰盛的 是无穷无尽的 我们每天每天 每天每天我默想 我到底有没有遵守圣经的话语 我到底有没有顺从主的教导呢 在座的各位 我的良心怎样才能活呀 唯独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保写 使我的良心活过来 听圣经的话语 听讲道的说 我认识到我的罪恶了 通过圣经的话语 我认识到 我是个赤裸裸的罪人 就要真诚地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的时候 使我内心领受圣灵 使我内心领受圣经的话语 这时候圣经的话语 就是养育我的灵里的粮食 上帝是负责所有的灵魂 上帝是负责所有爱他的灵魂的 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 我们只专心爱主 爱上帝的时候 上帝负责我的人生 上帝负责我的一切 我们只专心爱主爱上帝 这时候上帝负责我的灵魂 上帝负责我的人生的 我们遵守上帝的话语 这就是我爱上帝的表现 那么我内心没有圣经话语的话 我到底遵守什么呢 我为了遵守圣经话语 我就每天需要祷告 每天需要读圣经 在座的各位 圣经的话语要丰丰富富地存入在我的内心 至少有四千句以上啊 我们每天每天盖房子 是一个砖头一个砖头 一个一个盖起来的 我们每天每天在主面前切切地祷告 真诚地认罪悔改祷告 读圣经 祷告 这一切就是要圣经的话语 主的声音要丰丰富富地存入在我的内心 对于我们来说只有盼望 没有绝望的 大家可千万不要因为 在这世上没有好的学历 在这世上没有遇见好的父母 在这世上没有好的背景 没有好的人脉 就沮丧 灰心丧气 大家可千万不要按照世俗的观念 按照世俗的价值观来评论自己 看待自己 对于我们来说是满满的希望 是盼望 因信靠耶稣基督使我们战胜一切 哥罗七书一章二十七节 唯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才是最为美好的 是强大的 诗篇一百一十二篇六节 我是怕我的年轻人灰心丧气 在座的各位 大家听讲道的时候 大家可以一个一个记录下来做笔记 那么记好的笔记呢 每天默想 我有没有遵守这句经文呢 因为圣经的话语就是生命 是拯救我的生命 也是我的粮食 正是上帝 是最庞大的爱 对于我们来说是满满的爱 是满满的能力 满满的盼望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主啊 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庞大的允许 主啊 求主拯救我 我的良心能活 唯独靠基督的保险 唯独耶稣基督的保险 使我的良心活过来 使我有正直的行为举止 使我有好的言心举止 使我领受圣经的话语 使我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主啊 求主改变我的良心 求主拯救我的良心 求主改正我不好的行为 主啊 我为什么总是爱离开基督 我为什么犯了悖逆罪恶 我为什么离开了耶稣基督 去找假的教会了呢 求主怜悯我 饶恕我的罪恶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真心地顺从主的话语 使我遵守主的声音 求主怜悯我 打开我的心灵 使我内心指令 受纯正的耶稣基督 保险的悔改的福音 只有耶稣基督的话语 进入到我的心灵 作为信心 作为耶稣基督保死的根 使我的内心 靠耶稣基督的生命得以成长 唯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 在这时间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信靠耶稣基督 在主耶稣基督里得以成长 此刻 愿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与上帝那极致的爱 与圣灵的交通 从此时此刻 我们下定决心 只专心爱主爱上帝 只专心信靠耶稣基督 愿意靠耶稣基督的宝血 得以洁净 愿意服侍圣灵 服侍上帝 做主耶稣基督 仆人的在每一个心灵上 奉主的名祝愿 将从此刻开始 永远一同同行 阿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